喂喂喂 大家好 最近不拍其他影片 我只是拍火海道的新關 又是龍來的 那些人在煩惱 只有五關 如何儲技 其實我之前是用木隊打的 差一點點贏 不幸我沒有儲存的 因為始終我輸了 始終輸了就免得放上來 沒什麼意思 這關都會亂入tracer 我剛剛出了一隻 剛剛大到之前那關 所以在前面那關熬了很久 比較麻煩一點 我記得這段影片是沒有的 那些人 我們用這隊 白盾加執行者 如果你朋友裡面沒有執行者 都可以用白盾的 如果用白盾的 怕不怕最後開光玻璃 你殺不到他 會死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你用玻璃打一下 他一定會先用三回合 一定會先用 所以你會多一回合去殺他 如果用玻璃 殺不到他 也不用太擔心 始終你也是多一回合去殺他 那 如果你看到紅海賊 就一定要先殺 因為他會打 和會轉廢 就比較麻煩一點 如果你看到 哥布林 海賊 都是要先殺的 因為始終哥布林要打很多 如果你想留 就像我現在這樣留 大按摩也可以 小按摩也可以 沒什麼所謂 始終火大按摩 鎖那個水怪 水的寵物 只會有10%發動 根據Wiki 我真的不太確定 是不是真的10% 那我就 暫時我講的就是這麼多 那之後呢 那為什麼我會說 放光玩具進去呢 就可以轉多一點光珠 就是 最後那一刻爆就 最後那一刻就 水奶 和光玩具 用了光玩具之後 就用白盾 爆出來 一次它轉成一堆光珠 再用 先按了玻璃 再用維納斯 去排好珠 那如果你說執行者 那又是怎樣搞呢 執行者就可以 你就危險的時候 拿來回血 如果你朋友有覺醒的話 你cancel珠 它也會回血的 那就是 還是回一點點 不要預期太多 那剛剛剛才打到那關 太激烈 不太記得是自己哪關 因為還有玻璃 要儲 還要儲 一大段時間 但我應該記得還有 呃 7TURN到這裡 我的玻璃還欠7TURN 因為我的玻璃 就自己沒有升過技的 那就 呃 比較窄細一點點 那可能我不久 將來都可能升一升 升一兩下這樣 就是 變回可能15 因為大部分 比如重力也好 什麼都好 比如你撒彈隊的重力也好 什麼都好 升盡的都是15TURN 那我覺得15TURN 就 水位已經好好的了 那如果 其他趕點的關 那可能你就要 縮窄一點點 柱技的時間 可能升滿技 那 本人就沒有升滿技 這個計劃的 那始終因為我自己 本身升那些 即我本身自己的重 都沒有升完 還有 一堆 這樣 呃 還沒有升完 那 那 那我就是 這個就是我的計劃了 那 呃 因為這個關 始終只有五關 那 柱技的範圍 就比較小小小 那 還有記住 就是 每打什麼關都好 就是記緊你自己有什麼血量 你自己血量是怎樣 你自己三顆心珠是怎樣 你大概兩三combo是怎樣 那如果你說 欸 如果這樣說我怎麼會知道 那 就是怎麼會知道 那如果你安全一點 你可以入無限回廊試一試 對不對 就是如果你入無限回廊試完之後 你不會失去朋友 你的朋友都還在那 就是不會 不會 不會當你用了一次 不會的 分開的 分開計的 那 就這些 你當你自己做功課 就是當是自己 為自己準備 一些東西 就是不要說太 太 太害怕 就是說 譬如明明三顆心珠 都回得夠滿血的 那 為什麼不用三顆心珠呢 那你硬用了好像五六顆 好像浪費了 對不對 那 所以就 剛剛剛才那一刻 我們 執行者 人家執行者 我都回了血的 很少 只是動一動 跳一跳 不會太多 那 大概就是 覺不覺醒都沒有所謂的 減不減聲都沒有所謂的 始終 只不過你前面要 前面第一下 要什麼呢 有什麼 就是 有什麼怪 就判斷你 那 就是 水奶 光玩具 白盾 光玻璃 然後排回珠 剛剛好 有九顆 其他珠 總共有六個 只有六個 一、二、三、四、五、六 對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對了 還有時間玩 這段影片就有這麼多了 如果你喜歡的 就like 在youtube like 或者share給朋友看 或者你有什麼意見的 你可以告訴我 那 我下個星期也會 下次再見 拜拜